欢迎来到我的胡说八道没有重点的节目 那这个这个视频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给给观众们说三个股票 其中有一个呢 给观众给我留言 让我聊一下NIO的put 那我以为我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还有个TJX 还有一个NVIDIA 这三个为重点 然后聊完这个以后呢 我还会聊一下这个 这个对政治的意义 政治跟这个大盘结合起来 来看一个美股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对政治的感受啊 那因为大家都上头了嘛 这一时间大家搞政治都上头了嘛 那我不也得上一些头对吧 好那来看一下这个 很多人问我这个蓝色的线是什么线 这个蓝色的线就是200天线啊 这里200天线 这个因为你你十天八天以内 他的这个500天线啊 什么1000天线这些都是不大重要的 200天线也就是一个 一两个季度过去了 就可以看得出这个股票的这个具体情况 他在200天先上我我我我敢买 他这下面我反而不敢买 我觉得他是一个你看这是什么时候 11月4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礼拜去了 把这个tgmax来我们来画线啊 这里一条线啊 那他这个这个呢他下来以后呢他没有往下来了他要继续往上 那他要不要回到这个62块钱呢 他是周几公布财报 好棒啊 好棒啊你们去看上一个视频了 我来多骗你们一个点击率 你看这个tgmax他就11月9号的时候就有这么多 啊61块钱做多3560块钱做的3560块钱做的35都是明年的6月16号 啊2点82点8 2点42点84点1点4这同一个人所为啊 嗯别的那个都告诉我这个都告诉你们这个哎我们这个技术图片怎么样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啊 如果这个财报公租公布出来以后呢 他不找这这个人的这6点5个美人就没有了啊 继续 再来看到一个 NVIDIA NVIDIA呢我现在就持有 很不幸的是我我在最高点570多的时候买的在这个时候买的啊 这个线也画好了就不用再画了 那他现在是在200天线以下哎呀这个也没几天就公布财报并且呢这个无论所谓的MACD也好还有这个这一分钟线吧 他最后这一分钟是很多人卖出来的你看 对吧你看最后这一分钟是很多人卖出来了 当然那个力度不是很强我们来15分钟来看吧 最后15分钟的那一根线来决定啊他这个好与坏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他最后的一根线安自我我自我安慰啊 你看他最后一切你看吧还是很好的对吧 那我觉得最后一分钟也就是有这个技术能力还有这个资金 去调动或者有这个股票去卖掉啊这个我只是自我安慰一下我觉得不乐观我觉得这个财报不乐观 而且收购了而且收购了安慰以后呢他这个钱财现金也不大够 再来看到一个这个 他给出他的预期非常的高啊是两到了两块多对吧 两块五毛六 这华尔街有是不是想总他的意思呢 你看这个斜线你看这样这样来到这里在这里然后这哇这个有这么翘这么陡翘 那就不一样了而且又刚活了那么多钱买了安慰 那我觉得这个不大现实我可能会 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我会如果他没有一个迹象 他要是这个在这里再拿回到两百天线呢我还我还我还不还不急他不会说这个卖出去很多啊但是如果他是一直的往下往下的话啊那我我觉得就算了财报就不要堵了 来看到这个nvidia nvidia是有你看有不成比例的就不成比例 这是4.4这个是1.1差4倍啊这个做空 不是是不是不是不成比是成比例只不过是不行不是我想要的方向而已 成比例的 呃这个看一下20号哎你看这一撮都是末日的好这一说结果掉 但是这这两个大了1.2 1.3 1.2 1.3啊再接上这个也就是说目前账面上有 2.2.6左右2.6个没有人做空 那来看到这一边啊这边全都是末日吗 不全是还有一个啊75k 就是75k啊对这边2.6 5.6 million啊那如果是这个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啊哎不像那些磨灵两可哎要么上要么下我很负责的告诉你如果不是上也不不是上的话呢这个就他就赚钱了他们就赚钱了而且资本家呢也大概率赚钱啊人家的这个数学也好啊模板也好啊人家 这些请的人才也确实比我们牛啊那最后来看到这个NIO 我一个看一下还没有兑现的有有多少吗 但是这个27号20号12月18 21号 你没有兑现的很多还是很多非常的多 这是破的啊这个有一个观众就专门想看破你来看吧 破的1.1最后下的单啊我是7分线的单这是5我是8分线的单 但他是1.1 我也对比不出来啊我也没有办法这个 这个也是做空 呃 大概率而言啊我只是说大概率小鹏汽车在中国也出来了 什么比亚迪因这两年回过国的这个小伙伴都知道国内的电动车市场 还有什么比亚迪的宋啊唐啊 未来呀 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牌为什么NIO就这么牛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对他的预期过高 我觉得他的过高啊 我觉得这个大概率有可能是这边有啊我觉得大概率起码最后的这这几单你看 就这三单吧你看1.1 9.281.5你看这三单是 是这边大起码是这边大这边赢了 这1.1啊没没算一算这两个接起来1Million这个是1.1Million 这个就光最后一代已经是1.1了 这里是两Million的做空将近两Million的做空啊 好 那这个 分享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然后呢我自己所以说这个 已经数据已经分享到这里了下面是说我自己的感受啊这个你们可以走了啊这个我是说给我自己听或者说给一些有有闲的朋友听的 呃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里面呢我自己呢也观察到这个社会的现象啊我是 不愿意看到这些的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啊 那这个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呢也经常跟我聊天我也请教他们的一些技术的问题我自己也在学coding啊也在学programmer 嗯 我发现 你们有一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当然讲我就现在都统一回复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民主党那边是亲 是亲新的移民亲移民但是 你们的这个签证跟他 不打杠 不是他们发签证给你们的是这个美国这个体制 啊这个 因为因为这个美国人 美国的这个移民国家他的体制就是这样 他亲移民他跟美国政府 发这个绿卡发这个绿卡也好发这个签证给你好 这是两码事啊 我并不是说要叫白你们这个一定要支持川普 那起码可以看得出来 啊这个 把一个观念纠正过来啊这个他发签证不是他发他只是亲 亲亲移民 他倾向于新移民这边 而且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你们这个痛恨川普的啊这个visa方面x1b这方面 他是不是搞x1b呢是我承认他有针对这个黑这个白人至上我我也不是白人啊 我承认他是这个嘴嘴巴剑 但是你从政治角度的利益看 凡是拿绿卡拿x1b的 或者是外国这些新移民 你们是不是没有投票权对不对 我再说一遍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h1b还有这个学生签 还有绿卡是不是没有投票权 那人家 这个把你们的这个 呃打你们来 我说这个 哎我们把那些h1b的取笑 然后我来带动我们美国人的就业 你看我执政过去的四年 我这个 就业率多高 这都是真实的数据 他是牺牲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他是牺牲了 我们这些没有投票选举权的人 来去为他自己争取选票 在从就就事论事啊就钱论钱 从他的利益角度出发我认为没有问题 我也是被打的一部分啊 我也是被打的一部分 但是从政治角度他没有问题 他这个人 是嘴巴剑 但是人没有大问题 我还是这个由于社会的动乱啊 由于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的股票呢也是不好过的 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我不管 我只想快点 有一个结果出来 让我们的股票往上涨 这是我的最后想说的 这个视频呢 这个如果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还是在打官司啊 还有这个 呃这个经常的打杂抢啊 每个礼拜游行示威 包括西雅图现在又lockdown again 那就会导致到我们的股票的不确定 更大 无论财报出来多好 无论的这个业绩多好 无论这个NIO多么牛啊 他就由于这个社会不好 他的股票也不会好的 啊 祝大家平安 上帝保佑你 我也不想说 我会有养的 有很多东西 这就是我们来说的 我们来的